類似這樣 這個總共有六個 他就是要六個耶誕 他自己取一個 就是耶誕名稱 那總共有 有十 總共二十五個名稱 他就自己取 但問題就是這個 比如說第一個耶誕節 第二個的話 第二個叫什麼 第二個在平安夜等等的 總共二十五個 那以後他就怎麼樣 把他列印下來 然後Bingo嘛 看看誰連成一線 但問題是 他希望二十五個要亂排 然後把他排在格子裡面 就寫這個程式啦 OK 那所以我就幫他做一個兩個 每個都不一樣 每個都自動讓他換位置 這個換位置並不是說我自己用那個人工的方式排的 而是說用程式 自動去幫我把這些位置亂排 那如果要亂排的話 其實如果用那個VBA來寫的話 其實還蠻簡單的 這個程式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做完就類似長這樣子 那我只是把他按一下 他就亂排 亂排之後 把他列印下來 再按一下 再亂排 再把他印出去就 好了 有沒有 以後要玩的話 就直接自己 再看開出哪一個 他就放哪一個 看誰先連成一線 應該有玩過這個Bingo吧 OK 其實邏輯還蠻簡單的 那只是說 裡面的程式該如何撰寫 大概就這些 後來想一想 其實程式就是 寫總共 這個是清除 假設他跑的方式這樣 就是我先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先清空 清空之後的話呢 這邊可能會需要有 一個叫陣列的東西 陣列裡面的話就放0到25 不過我是取1到25 然後呢 我就先把那個數字先放進去 所以他會跑25 等於N等於25 等於是跑25個 通通放在這裡面 分別的話呢 把那個 每個陣列裡面就放25個東西 1到25號 那底下的話呢 再把他怎麼樣 randomize 就是讓他重跑一下 重新 重新排序 排序之後的話呢 我就讓他亂數產生 產生一個數字之後呢 把他丟進去 比如說先產生13對不對 然後就把他什麼 先丟到那個這個第一個位置裡面去 然後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全部產生完畢之後 OK 所以這一段呢 是跑亂數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就把這些東西全部丟到我們產生的結果裡面 這樣就OK了 大概是這樣啦 不過對各位來說是 有一點比較困難一點點啦 但是其實基本上你會發現很多東西應該 我們都有似曾相識看過吧 range 有沒有範圍 點click content就清楚 這裡面的話就跑回圈 可能比較對各位來說 比較沒有學過就是這個所謂的陣列 那這個陣列裡面放什麼 基本上這個陣列裡面 基本上呢 就是放 你可以按右鍵 把他 新增監看式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所謂的陣列 就是他可以放這麼多資料 也就一個陣列 比如說我今天開了25個空間 他裡面呢 等於是可以放25個資料 有沒有 那我預先先把1到25號先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 底下再讓他重跑 重跑之後再亂放 亂放 OK 讓他把它打散就對了 有點像齁 你求1到25號先倒到一個桶子裡面 然後呢 你就把他怎麼用手去繞 把他怎麼腳亂掉 道理是一樣 最後的話呢 再把他重新輸出 這個道理其實差不多 OK 如果有興趣同學的話 可以想想看有沒有辦法做出類似 像這樣的一個程式 OK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跟我要這個程式 如果你假如對這個 這個耶誕賓果有興趣的話 OK 好 這個是剛剛有提到的部分 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就把它列印成PDF 他將來呢 拿到他就可以把它列印出來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把剛剛的部分程式 再把它做個ending 所以這個我把它先關掉了 OK 那剛剛的話呢 我們程式呢 講到第一階段 就是輸出跨工作表的這個 這個範圍的公式 所以他就從上到下放下來了 OK 第一階段 那第二階段的話 我們要篩選 什麼叫篩選 就是之前我們錄製嘛 那之前的話是游標放B1 然後呢 資料裡面做篩選 然後再把它選擇我們1的部分按確定有沒有 那可是如果我說我今天要把這一件事情 用VBA來寫的話 其實呢 我只需要做 呃 程式一行的程式撰寫就可以 那可是要怎麼寫喔 首先第一個 我要先跟他講說 我的範圍在哪裡 range 範圍在哪個範圍呢 跟他講 那range後面的話一定要是一個文字 從哪個範圍呢 我們這個範圍從A1 一直到B的 底下應該到1000啦 B1000 這個範圍做什麼呢 我要做篩選 所以呢 你後面的話就是點 你會發現點下去 它會自動有個清單讓你選 那其實它這邊會用範圍的話呢 在這個VBA裡面的那個名稱喔 英文名稱叫做Auto Filter 所以你就打一個AU 你會發現AU大概就會自動會跳到AU開頭的 那其中第三個就是Auto Filter 就是過濾嘛 過濾器 所以就自動過濾 所以喔 英文名稱叫Auto Filter 所以你如果用也是有英文版的話 它不會叫篩選 它叫Auto Filter OK喔 那Auto Filter空一格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它後面呢 會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這個叫Field Field是中文意思叫藍 意思說哪一 我們針對這個範圍喔 A1到B1000 就是這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的話總共有幾籃呢 1籃總共有2籃對不對 然後問你說喔 Field的意思說 那請問一下 你要針對這2籃的哪一籃 做資料的篩選啊 我們要針對B籃對不對 所以你就給它2的訊息 2 OK 逗點 第二個它會問你 第二個問題 所以我這邊只要輸入2 剛剛講喔 你要針對第二籃幫我做篩選 然後你在逗點 它會跳第二個參數 而且喔 你會發現那參數的地方 會是粗體字啦 這個英文名稱叫 Criteria Criteria 1喔 後面是一個1喔 意思是說喔 你的條件 1 所以它理論上是可以有兩個條件 後面還可以帶第二個條件 那不過我們這個條件 你幫我找出是1的1的資料 所以你就輸入1就可以了 OK喔 所以喔 這個後面其實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篩選的話 就給我第二籃 然後條件是1的 好那我如果做完之後的話呢 這個地方基本上就很接近了 那只是說呢 將來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現在在這個工作表上執行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我們以後要執行的 因為我們按鈕喔 將來會放在這裡 所以會有個問題 跨工作表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跨工作表 那我就在什麼 這個的range前面跟剛剛一樣 把前面的這個序則查詢名單 複製過來 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OK意思說喔 我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裡面喔 OK喔 然後我把它做篩選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假設已經篩選完之後啦 比如說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好了 停在這裡好了 OK喔 然後讓他丟公 這個公式也許是要把它刪掉 重來一遍喔 然後我如果先切到這邊 先讓他預跑一下 跑的話呢 就是把公式丟過去 然後呢 再來到這邊喔 OK 所以喔這個跑完之後 你會發現 這邊的範 這邊就有公式了 那我要篩選的話喔 再按F8 好 他就篩選了 篩選之後我把它切過來 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 他就跟我們之前做的動作一模一樣 等同是你已經 游標放B1 然後按篩選 然後給他1 可是再來最後什麼 我希望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call到查詢結果 在這邊 這把他先清掉 把他call過來 所以待會的話呢 第三個步驟喔 就是要把他call過來 那怎麼call過來 call過來其實還蠻簡單的 只要喔 把這個range A1到B1000這個範圍 後面就把他call過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後面如果你要call的話 就點copy就可以了 copy到哪裡 copy到目前的這個儲存格 特別注意喔 因為他範圍很大 你只要告訴他說 你call過來的話 只要給他哪一個地方開始就可以了 所以我跟他講說 我要幫你幫我call過來啦 但是就幫我放在哪裡呢 放在A1的地方 所以呢你就打一個rangeA1 好他就知道 但是一樣會有個問題 這個範圍在哪裡 特別注意喔 這個範圍在這個工作表裡面 所以一樣喔把工作表的名稱 copy到前面就可以了 我們來試一下喔 幫他call過來 不過call過來好像這邊會出錯 什麼地方會出錯 你會發現 他call過來 call過來東西好像不是我們要的 他怎麼把什麼呢 call過來的比數對不對 我看一下 比數對不對 他這個地方對 但問題喔 我將來不要上面這個 也不要右邊這個 所以喔如果我要call的話 我把這個再清除掉 重call一下 所以正確清除全部好了 OK喔 好那 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我要正確的版本喔 特別是因為我現在是按F8啦 所以程式還沒跑完 如果程式還沒跑完 你可以把這個程式拉上來 讓他重跑一下 因為如果做錯啦 有時候其實你不確定到底對不對 我習慣是這樣寫 讓他一步一步 如果執行錯了沒關係 拉上來 改個地方 欸我好像不用A1耶 其實我只要什麼 A2開始就好了 然後呢 B的部分我不要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 把B的地方改成A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說 我call的時候喔 我就不要A1 那也不要那個什麼 不要B藍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call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 call過來的結果對不對 欸有沒有 你會發現上面那個 藍列的名稱不見了 而且B藍的東西也不見了 所以喔 將來如果你要copy的話 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OK rangeA2 有沒有 然後呢 到A1000的範圍 幫我點copy 特別注意喔 不過是在前一個工作表的資料 call到這邊來 所以跨工作表前面一定要加他的工作表名稱 COPY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但是可能會有同學問說 老師點COPY的時候為什麼 他這個地方喔 裡面不是還有其他資料呢 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篩選之後喔 假如你點COPY的話 只要是他裡面本來什麼 裡面還有啦 其實他是隱藏起來 如果是隱藏到的東西喔 他就不會被你複製到 但如果說你假設把它恢復的話 你在call 那call過來就會是全部的東西 所以我們主要是應用什麼 應用這種方式喔 把一些資料隱藏之後再call過來 那這樣基本上 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喔 把剛剛的部分喔 再整理一下就是 這個是把公司丟到 這個查詢名單 我們是跨工作表 然後呢 再 針對這個範圍做篩選 哪個範圍 A1到B1000 重點是這個 點Auto filter這個方法 後面是哪一欄 條件給什麼 OK 幫我COPY COPY的話 基本上可以拿這個來修改 我只要A2開始 就是A1不要的話 那B欄不要的話 你就把它做修改 這個可能特別是要改這個地方 點COPY COPY到你現在所在的工作表的A1儲存格 OK喔 那我們就完成了 最後的話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邊再加個按鈕 按右鍵我把它複製好了 拿這個來改比較快把它貼上 然後貼到這邊之後 把這個名稱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的聚齊 那我剛剛有寫一個到V 本來這個是黑名單篩選 我把它改黑名單篩選VBA 那上面的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 為什麼複製呢 因為可以把這個的名稱有沒有 把它刪掉 貼上就可以了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這個清除掉這個範圍 那我們試試看 如果說我 用這個按鈕 按下它 結果會不會出現 OK 你會發現這個結果 27筆 那就沒問題了 甚至喔 你們假設了 你希望呢 這個範圍資料加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查一千筆喔 如果你將來喔 你希望這個筆數增加的話 其實甚至你可以把這個 中間這個空白列拿掉 然後空白列拿掉的話 不過可能會跑得比較久 因為五千多筆 你可以再把它按篩選 你會發現它跑得比較久 因為它總共會幫你在 五千多筆的資料裡面呢 去全部幫你比對過一遍 哇那這樣要比幾次啊 如果 兩邊比的話 這邊兩萬多筆 這邊五千多筆 所以相對的話喔 會跑的時間會比較久 但是 雖然跑得比較久啦 可是總比你自己跑會 有沒有 大概跑個十秒鐘吧 好了 十秒鐘跟你用人工來做的話 會相差多少 OK喔 所以當然不可估計的 可是你會發現查出來的還是27 為什麼 其實主要是這個地方 一千有沒有 所以以後喔 如果你假設這個地方喔 你的資料變多了 你這邊就不能只有一千喔 那怎麼辦喔 其實有個方法啦 你可以喔 把這個向下追蹤的 變成一個變數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那個資料量變多的話 你就把這邊上面再增加一個變數 變數的部分的話就是多個R R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查詢的範圍 他就向下追蹤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你可以啊 游標 我先把那個篩選去掉喔 意思就是說呢 我可以把這個範圍 Ctrl向下 從A1有沒有 Ctrl向下 他會得到5579 那R就是5579 所以喔 如果R5579 那你就把這個 Tool這個 改成R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個5579先放在R 然後再把R放在這裡 底下這個一千的話 你就可以把一千delete掉 後面的話 串接一個and 這個前面講 and 空一個R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他把5579這個數字 帶過來之後 跟前面的A1到B 串在一起 那就是B5579 這邊也是一樣 ok 所以把這個地方再改 and R 這樣子 ok 大功告成 所以如果最後的版本 Final版本 如果你要 是正確 更正確的版本的話 應該要向下追蹤 再試一下 不過可能要跑一段時間 然後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資料量越大的話 那跑的時間越久 不過 以這個效率上來看 那也是有 這個可能會稍微 慢了一點 但是至少會比你用人工來做 應該還是會快上蠻多的 那他這邊會出現 找到幾筆 底下也會相關訊息 那我們看到 總共的話 本來27 底下還有 有沒有找到68筆 這邊出現 ok 至少會比你日輪功來做快很多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我剛剛寫的程式 在那個黑名單篩選 這邊也有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第 在這裡 這個是第幾頁呢 第三頁的地方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 所以今天的話 你就把黑名單篩選 這個是 黑名單篩選2 把它完成 建議 這個一定要熟練 因為 將來呢 如果期末 我們要做上機測驗的話 那我只會給你個空白檔案 也就是你程式要全部自己打出來 ok 所以剛剛的這些程式 你每個字都要自己打 將來的話 就沒得參考了 你就要自己 雖然程式不多 但是每個字 你都要自己要產生 所以盡量 還是用理解的